你们知道版纳的农村小院是可以过户的吗 拥有一个这样的小院子 大家知道要多少钱吗 你像我之前在山东住的那些院子 很多都过不了户 但是版纳这边有点特殊 他们很多都是农场的房子 所以说好多都能过户 视频当中这小院子距离市区 大概20公里远的距离 如果你要买菜购物的话 可以去附近的小镇 大概几公里远 他们这里的院子 好多都是三居室四居室 跟咱严格意义上讲的 东北的那种院子 还有点不太相似 它有点像那种连排小别墅的感觉 一排当中 大概有六七户当地的人家在这里居住 而且房子的设计也是那种小二层楼 一层有一个房间 二层有两个 加在一起是三个房间左右 这里当地人住的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你在这里生活 也不会感觉到孤单寂寞什么的 它跟咱北方的村子还真的不太一样 当地人也非常热情 我去看院子的时候 那人非常热情的跟我聊天 最后临走的时候还送了我俩波罗 像他们这农场 很多都是群山环绕 周边都是山 所以空气环境特别好 我觉得要比市区里舒服很多 像他们这小别墅 价格基本上是在 20万到40万价位区间 他们这个价格贵 其实是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它离景公司不远 大概都是十几公里 20公里左右的距离 像你在这里买个院子 打造一下 做一个小农场 也可以来这接待一些外地来的游客 可以说是有一定的商业价值吧 第二个因素就是它可以过户 你像山东的院子 包括咱东北的院子 很多都过户不了 换句话说 你花钱买的那个就是一张白纸 可以说是君子协议 但是这个不同 这个你买了就是你的 未来像什么拆迁 会有一些其他的意外情况 也都会有赔偿 而且都赔偿到你的个人 所以也是为什么 他们这的小院子 价格会比较贵的原因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